建国公所获颁了30万创业奖金 金文湘公所今年评选出半龙半叉 创业圆梦计划 共有五组个人及业者 未来透过公所辅导创业 提升产业量能 在一些的产业上 还有一些的那个 未来的形成规划上 是非常有大很大的版主 我一直想要就是扩大我的体验区 但是因为碍于经费 然后所以一直一直量度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 听到有这样的机构 共享受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笔奖金看似不多 但对业者来说补小补 不仅能提升营造产业环境发展 更期盼提供乡民就业机会的产业 希望我们能够反映到 这个有愿意创业的 所有的当心们 所以我们在这次 提供了一些评写的机会 希望看起来外比输成数据 你们看见他们的成效 我们也会 完成了 这个最大 想要创业 万事企同囊 在工部门的支持与陪伴下 期望减轻业者的压力跟负担 公所提到 也将向中央申请更多经费寄注 让地方创生 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原事新闻物局 台东京风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